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日本游客拍照时 要求这个亚人让一下 结果被亚人拒绝了 亚人不光拒绝给对方让步 好让他替日本游客合意 而且还对那个日语翻译破口大骂 而且用的词还都是味儿特别冲的 直接就和所谓的民族大义 还有爱国主义扯上关系了 在我旁边走一点 走在圆明远 你给谁让步一向 你是从日本人 我听你说是你帮我问 对呀 日本人是 日本人给日本让 走在圆明远 你给谁让步一向 哪个国家的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 I do fucking care OK OK 你作为中国人 你让我给日本人让 大家我就不让懂吗 我就不让 你可以不让 你往那边让一点点召个笑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这句话你都不敢问懂吗 在圆明远 那你觉得 你刚让我给日本人让做 我跟你说 我不想给日本人让地方 你他妈作为中国人 你让我给日本人让地方 我就不让懂吗 我就不让 你可以不让 日本人还拍上我了 日本人还拍上我了 没有强制你 你弄这些事没有意思 怎么没有意思了 你没有强制 我也没有强制你 日本人都拍上我了 不是 你不要再把这事闹大了 怎么就把这事闹 是你一条的事啊 我的客户 给你的叫什么 很重要的日本客户 我不是很重要的 你说这事就没有意思了 好好保护你的日本客户 可以可以 你没有意思 你现在叫 你现在叫 日本人 你弄这个事 没有意思 不是日本人 而且我在我们国家的 行李一下 你在你的国家 我在我 说什么 你在你的国家 咱们 咱们要不然去管理处 那这小鬼就这样做了 那让你 不能拍是吧 你们是日本人 日本人日本的公司的啊 在这工作的啊 那你说白了 不让进的 那你要说这个 也也也有点 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 那有点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啊 整个团队 整个人大家 团队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 买票 既然买票 管理处让进来了 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你日本人进来 你他们还让中国人让地方 你代表管理处 我不代表 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这 我尊重了 你们还让中国人 他们让地方 给他们日本人拍东西 我这些人是真实 哪里不尊重你们了 这个是小鬼子 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他妈不给日本人让座 没有让你让座 你当做们就让我让开 要有劲吗 真的就是小鬼子 有意思没有 我认为要赞索 咱们就不说这个了 怎么跟你说 我他妈永远不会给日本人 让地方走 那可以啊 就fucki understand 你什么真那么恶心 这东西 看看盼国谁找什么样 无所谓 对吧 无所谓 随便找 一会儿说 我不会在圆明园这个地方 给日本人让步的 一会儿骂那日语翻译 我让大家看着 叛国贼是长什么样 最后还把圆区保安 给招过来了 弄得周围的游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人人都用一副 莫名其妙的眼神 看着这个名叫亚人的 所谓短视频网红 仿佛他们看的 不是一个亚人 而是一个鸟人 亚人这个称为出自 日本一部同名漫画 讲述了一个名叫 永景归的日本高中生 在死而复生之后 发现自己有不死能力 因而被认定为 超人类生物亚人 随即遭到日本政府的通缉 他也因此爆发了 与日本体制的冲突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用日本动漫的名字 来给自己 你网名的短视频博主 会在918来临之前的 大约10天 跑到北京的圆明园里 正好撞见一群日本游客 和一个他的随行翻译 而对方正好又在要拍照 留影的档口 撞见了亚人 并且请求他借过一下 而这个请求又正好激起了亚人的怒火 激得他当场情绪发作 当着那么多游人的面 就开始发烂荡 而亚人冲着日本游客和日语翻译 发作的这一幕 又正好被手机镜头给拍了下来 而且拍摄角度还很巧妙 巧妙到你基本可以全程看到亚人和那个日语翻译 但另外的那俩日本游客 却是游离在镜头的边缘部分的 你只能在偶尔几个一闪而过的画面中 撇见他们的身影 我是看过亚人拍的那段短视频的 正是因为我看过 所以我敢说 除非你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目的心去看他的 否则你基本上不会注意到 那俩被亚人碰瓷的所谓日本游客 你基本上就顾着看亚人和那个日语翻译吵架的场面 换句话来说 虽然亚人说他这段短视频是笨着批判日本人去的 但其实他视频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了怼那个日语翻译上面 亚人甚至就连拍摄圆明园保安的时间 都比拍那俩所谓的日本游客的多 尽管我在这里提到了那么多的正好 但这些正好还都不是最正好的那个 比所有这些正好加起来还要正好的是 亚人这条短视频一发出来就火了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和互动率 一度高得一塌糊涂 火到最后甚至打破了短视频的次元壁 火到了诸如微博这样的 以文字互动为主的社媒平台上 截至本期内容的文案落成之时 日本游客在圆明园拍照被网红制止 这个热搜词条在微博上已经屏蔽掉了 但是你还是能看到很多粉丝体调 高达几百万的微博大号在转发亚人的这件事情 和他拍的短视频 而在这些微博大号之中 不发一些我们很多同志和朋友 在舆论场上也耳熟能详的老面孔 比如某黄网视频 比如某派某某官 比如某求人物杂志 而且说来特别有意思的是 咱就以某派某某官和某求人物 这两粉丝体量分别有 677万和917万的蓝威大号来说 和亚人有关的微博内容 他们都是在9月8日这天发的 从这一天往后捋大约一周 也就是在大约9月1日到9月8日这段时间里 这两粉丝体量加起来 都超过1500万的蓝威大号 他们所发布的绝大多数微博内容 其点击率和互动量都少得可怜 通常是转评赞加起来 也不超过三位数 更多则是连两位数都没有 当然考虑到他们毕竟是蓝威 这种情况倒也不奇怪 毕竟你能把蓝威弄得像某黄网视频 那么红红火火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蓝威比红威更难经营 所以一般蓝威发出来的大多数内容 都没什么人气也是正常的 偶尔能出一条爆款才是常态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 就这俩有时候一周都出不了一个三位数互动的内容的蓝威号 却在9月8日这天正好都出了一个小爆款 而且这俩小爆款说的还正好都是同一件事 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亚人 在圆明园里冲着几个日本游客和一个中国翻译 发烂杂的这件事 怎么样 有点意思了没有 有点了 是吧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二不是人也不是亚人而是鸟人 这个名叫亚人的所谓短视频网红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我去网上找了一下 结果竟然发现更多令人大跌眼镜的东西 有网友经过申巴发现这个亚人原名很可能叫做李高阳 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迹之前 就是网络上的红人 最红的时候一度上过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的版面 而且还被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当成典型给贴了出来 只不过这些关于李高阳的事迹并不是什么好事 他当年之所以会如此出名 完全是因为他干的下作事实在是臭名远扬到一定程度 你就拿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2019年3月20日 发布在官网上的这则预警公告来说 其中有关李高阳的这条信息是这么说的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某中国留学生因涉嫌性侵勒索未成年人 被警方逮捕 检方起诉并被教方开除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没有给他点破 但实际上这里提到的就是李高阳 而在更早些时候的2019年3月1日 环球网曾经援引过现代快报的一篇文章 对李高阳在美国留学时的所作所为 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剖析 我在这里节选原文中的几个自然段 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黄先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他发现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他的表妹 他来自安徽 目前一家都已经入籍美国 今年1月29日 当时表妹放学 他帮忙聚接 在路上表妹吞吞吐吐的说 有一个男生跟他索要钱财 我当时很奇怪 就问他有什么把柄在对方手上吗 而随后得知 勒索钱财的人是一名中国留学生李高阳 他是通过交友软件探探和表妹认识的 在去年9月20日 这个男生到了表妹家 黄先生说 表妹本来想找人陪着吃晚饭 晚上9点多 李高阳联系了他提出很想见面 还说带外卖过去 虽然表妹一再拒绝 但李高阳还是赶到了他家门口 黄先生称 在表妹探出头劝其返回的瞬间 李高阳强行推门进入 当晚在表妹家中 李高阳对他进行了侵害 据悉受害女孩事发当时尚不满16周岁 表妹还告诉我 当时李高阳强迫他 如果不同意 那就会采取更恶劣的行为 另外早晨离开时 李高阳还让我表妹给他打车 黄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得知 李高阳是2018年8月份来到美国的 此前毕业于北京一所中学 今年19岁 黄先生通过多番打探 很快又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一名大四女学生那里 打听到了更多关于 李高阳其人的情况 对方说 黄先生表妹遭遇的他也有过 他也被李高阳这头禽兽给性侵了 因为怀疑李患有性命 他后来还去医院接受了治疗 并且有看病的凭证 2018年9月 李高阳曾经在网络发布 女生的裸照 索要钱财 这也就是说一个刚到美国半年的中国留学生 已经涉嫌对多名女生实施伤害 经黄先生调查 他后来一共找到了五位女性受害者 其中包括两位美籍华人和三位中国留学生 再后来黄先生向现代快报记者提供了一份 尔湾市警方的释放记录 上面显示 2月6日警方已将抵高阳拘押 2月8日将其释放 警方为其设定的保释金高达100万美元 对此黄先生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 涉及性侵的指控 证据是关键 而由于时间较长 很多证据已经模糊 但是黄先生同时也表示 这一次拘押将会对李某某形成震慑 考虑到在美国起诉以及定罪的复杂性 他更倾向于给这个出到美国就撒野的家伙一个教训 让他能够洗心革面 3胡万们换了身皮 黄四郎的家丁就成马匪了 然而事实证明黄先生失策 他还是把李高阳想得太好了 李高阳仗着家里给他撑腰 在逃脱美国的法律制裁之后 非但不加收敛 不悔过错 反倒还在朋友圈里发起了寻人启示 声称要把那个将他送进橘子里的举报人 也就是黄先生给找出来 要给举报人一点颜色瞧瞧 哦 对了 顺便一提 李高阳暴力性侵 勒索女同学这事 某黄周刊的官方微博当时是发过的 这也是某黄系传媒旗下的一个蓝威大号 虽然李高阳花了100万美元 把他从美国的警察局里保了出来 但是这小子在一时侥幸逃脱 司法制裁之后并未收手 除了朋友圈发消息放话 要把举报他的人挖出来之外 还曾一度设法认回中国 不过为谷 再后来李高阳终于还是被美国警方送进监狱里吃了牢饭 不过他没吃太长 短短两年之后就被美国政府遣返回国了 嗯对 虽然李高阳至少性侵了五个五股女性 另外还背着勒索等罪名 但美国政府也就关了他两年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爹妈给他交的那100万美元保释金 在这里头发挥了啥作用 但是不得不说 就李高阳这一家子这品性 和如今的这个美国真的是颗粒度对齐了 你说你要是能一直待在美国有多好 又不是你们家养不起你 何必还要回来呢 相比在美国留学那会儿 论回中国之后的李高阳倒是收敛了一些 最起码他不敢再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明目张胆的霍霍无骨女性 至少我透过公开渠道是没有查到的 不过李高阳不敢明目张胆的作妖霍霍无骨女性 不代表他就痛改前非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了 事实证明狗摆不了吃屎 这句俗话不是瞎说的 李高阳还是那个李高阳 他总得找个什么东西来霍霍的 以前在美国可以霍霍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华裔 现在回国了就去短视频平台上 霍霍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 烂人就是烂人 他不会因为说傍上了一个什么宏大叙事的主题 就突然变得高大上了起来 真真正正正儿八经的热爱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压根也没多少会觉得 李高阳这种阿扎货色是什么经得起考验的爱国者的 你甚至都不用了解李高阳过去干的那些烂屁股事 单纯只是看他发到平台上的那些个东西 和这个人平时的为人就知道了 那么到底是谁在上赶着给李高阳 还有他拍的短视频山风点火天油加醋 以至于在舆论场上又炒作起了一轮 你看吧 我就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的热搜风波呢 我看还有些人搁那儿给李高阳带什么爱国博主 爱国拍主之类的大高帽 那架势俨然一副要把李高阳的人设和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 强行绑定在一起的节奏 知道的知道李高阳本人 其实只是一个套着爱国主义的话皮 哼词流量的漂亮小楚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是什么爱国主义的代言人呢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给不知道三个字打上双引号 是因为这些不知道的人很多并不是真的不知道 而是知道了装作不知道而已 作为同样被很多人认定是所谓之爱国博主的自媒体创作者 我对这一套可太熟悉了 从铁头到李高阳 这种烂人套着一个高大上的画皮搞反串 然后被别有用心之人揪着相关油头搞扩大化的例子 我们中国网民这些年见的还少吗 每次一出现点这种事情 相关话题评论区总会有那么几个熟面口的账号会挨头我一下 虽然这些人的事情和我明明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但是因为我也是被所有人都认定的爱国博主 所以铁头和李高阳之流惹出来的岔子 最后也得被他们归结到我的头上 说白了就是黄四郎让黄家的家丁假扮成麻匪 大晚上出去满城祸祸鹅城百姓 完了再由黄四郎出面 把蒋麻匪干过的坏事 按到张麻子一伙人的身上 借机搅浑水 好浑水摸鱼而已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呢 有的只是不长记性的人 以及那些明明醒着 却偏偏要装睡的人而已 四爱国不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恨国才是职人永恒的舒适区 但是吧 说来特别搞笑的是 你别看这帮人把爱国博主的大帽子 当成什么批发的A货一样 逢人就往脑袋上扣一点 在这帮人的嘴里 我这类自媒体是爱国博主 铁头是爱国博主 李高阳也是爱国博主 但是那些凡是看到铁头和李高阳之流 干了点什么屁事 都要上赶着凑热闹的围观人群 他们一般都不会转发我出的东西 好像生怕给我多送了一个流量似的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按说我在各平台上的粉丝也不算少了呀 我出的内容又那么多 你这要是算概率 我的视频被他们看到的概率 怎么着都应该比他们的高 对吧 然而事实就是没有 很多人说我出的内容只会煽动情绪 我不否认我的创作风格确实是泼辣了一点 但问题是 心评气和讲事情的视频 我也不是没出过 还很多的 可我怎么就不见那些人把我的这类视频转出来 把他们而不是李高阳的胖子视频当成是所谓之爱国主义的参照系和象征物的呢 哦 合着 凡是坏人坏事才被你们认定是爱国主义的 好人好事就不算 那你要是这么定义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流氓 渣子 瑞人 侄子等烂怂们永恒的舒适区呢 李高阳在美国犯了事 祸害了那么多人 他父母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掏一百万给他保释出来了 他的父母算不算他的避难所呢 美国的司法机构明知道李高阳是个烂货 但是为了把他父母支付的那一百万保释金给验下去 只给这个鸟人关了两年就遣送回国了 美国的国家机器算不算是他的避难所呢 各个平台上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账号 碰到这类事情不第一时间谴责李高阳 冒犯他人的行为 而是顺着他跑出来的话头 去攻击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 还把这件事情炒作的越来越活 火到最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李高阳是个所谓的爱国博主 却没有人在意他是个侵犯女性的人渣 就算有人注意到最后这种声音 也只会被绕到连强奸犯都说他爱国啊 这不就更说明你们爱国博主都是一窝烂货了吗 这种一开始就被设计好的话术上 尽管除了李高阳的片面之词外 并没有什么强相关的证据 可以证明他是个所谓的爱国博主 那这些大大小小帮着他避重就轻的账号 算不算他的避难所呢 李高阳之流明明有那么多的避难所可以避难呢 爱国主义哪能得到成为他最后的避难所啊 如果就因为被李高阳这种人强行挨了一下边 所以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 就要被这个人和这个人干过的所有坏事玷污的话 那么我上面提到所有那些或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 李高阳这场流量盛宴里头的所谓围观者 那他们又能比那些人恨之入骨的所谓爱国主义干净到哪去呢 你们要骂李高阳就好好骂 别七拐八拐最后又拐到攻击我们的主流民意上来 没人在乎李高阳这种货色是不是真的爱国 他就算是真的 只要他做了错事 无论是性侵女性也好 碰此路人也罢 对这种人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别一天到晚有事没事 就上升到爱国上来 这个国不差这个王八蛋的爱 他爱不爱这个国家都不妨爱 这个国家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繁荣富强 当然那些躲在李高阳的身后幸灾乐祸的人 你们也一样 虽然李高阳的短视频号现在已经没了 但他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小可爱们抬出来 当爱国博主的烂屁股点心 没关系 我们的人民群众也和你们斗争了这么多年了 眼睛早就被擦得无比血亮了 你们不是喜欢假扮马匪吗 那就办吧 我倒要看看这出反串大戏唱到最后 是假扮马匪的人多呢 还是真马匪多呢 还是跟着马匪去把黄四郎家里 给抄个底朝天的鹅臣百姓多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